虽然人们的饮食逐渐丰富了,可在饮食不当的情况下,一些慢性病也逐渐来到人们的身边,例如吃多了过于油腻的食物,体重增加的同时,肝脏中也沉积了多余的脂肪,脂肪肝就悄无生息地到来了。 根据相关的调查,全球人数中大概有30%的人都患过脂肪肝,这个数据让无数人未知震惊,不过好在大家逐渐关注对此类疾病的控制了。 其实,除了去医院接受科学的治疗之外,还要调整饮食的结构,例如以下这三种菜,经常吃便能给肝脏瓜油。 依菠菜众所周知,菠菜是一种热量很低的蔬菜,而且其中又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元素,可以满足人体对于正常营养的需求,与此同时还能帮人体促进新陈代谢,最终缓解脂肪肝带来的不良反应。 再加上菠菜里还存在大量的植物粗纤维,能促进肠道蠕动和分泌消化酶,这种情况下肠胃负担便会减轻很多。 当然,最重要的是菠菜中含有胡萝卜素,进入机体后能被转化为维生素A,这种物质可以帮助维持肝脏细胞健康,从而避免脂肪肝严重。 二秋葵秋葵之所以闻名的原因是营养价值极高,尤其是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膳食纤维,在帮助肠道融入度的同时,抑制胆固醇吸收,最终帮助织类物质代谢,从而起到防止脂肪肝发生的效果。 与此同时,秋葵里面还含有叶酸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微量元素,不仅能促进肝细胞修复,而且还可以清除胆质中过量的胆固醇以及毒素,对于患了脂肪肝的人群而言,它是最佳的蔬菜选择。 三空心菜 我们所说的空心菜原来的名字叫做庸菜,因为其今是中空的,后来才有了空心菜这个称呼,要说到它为什么可以帮助缓解脂肪肝,主要原因是其中含有丰富的叶酸、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,尤其是维生素B1的含量极其之高,甚至是番茄的8倍之多。 另外空心菜中排具有粗纤维的成分,能帮助肌体代谢多余的胆固醇,从而缓解脂肪肝的不适症状。 因此建议体重过大或者患上了脂肪肝的人群,平日里多吃空心菜,在补充肌体所需营养成分的同时,维持肝细胞的健康。 其实除了蔬菜之外,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水果同样也可以起到养肝护肝的功效,例如下文中提到的这两种。 E草莓草莓草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以及胡萝卜素,维生素C能增强人体抵抗力,而胡萝卜素是合成维生素A的重要物质,具有养肝明目之功效。 在自然疗法中认为,草莓可以帮助人们清洁胃肠道,并且强顾肝脏。 不过,对于日常生活中服用阿斯匹林和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而言,草莓是禁忌。 二,葡萄葡萄葡萄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葡萄糖,对减轻下肢浮肿和保护肝脏有明显的作用,同时还可以提高血浆白蛋白,降低转氨酶。 总而言之,在查出脂肪肝之后,不用过于着急,多吃上面提到的三种蔬菜和两种水果,就能起到养肝护肝的作用。 当然,在这种前提下,饮食要足够清淡,还要配合着适量的运动,在减轻体重的过程中,病情自然会有所好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